好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现在接下来一个比较稍稍稍这个这个严肃一点的事情 就是有关于这个昨天晚上 昨天这个off-year election的投票 所以off-year election来讲就性质上来讲我们可以说它是个地方选举 就terminology来讲就名词上来讲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大选年选举 也就是说四年一次大选然后两年一次这个其中选举 那么在这里头在这个四年之间所发生的另外一个选举呢 我们叫它所谓是off-year就是off-year就是指这个非大选的年这个时候的选举 那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基本上涉及地方选举选举 我知道美国是属于联邦这个联邦跟地方之间这个关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各州在各州会选什么呢 选法官选州长或者是选这个州议会的议员 包括州参议员包括州众议员等等 另外呢还有市长每个州每个市还有市长 那另外还有是有关一些公投的案子 就是每一个州的州民他们可以提案要对什么案子 什么事情进行公投 那么这个都是在这个州解决的 那这些这些事情讲实在话来讲的话 不因为不是大选年不是不是当下就涉及到 这个比如说美国参院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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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多数少数啦或众议员的多数少数 或者直接决定总统的这个选举 他而是在州级 但是州级的选举呢就会影响到国会跟参议院的选举 最后会影响到总统的选举 所以州里头的选举的这些风向这些动向 代表很非常非常贴接地气的这个名义啊 所以这些事情就不能忽略 那所以这个选战专家 还有两党之间的这些有关要这个策划选举的 不管哪个这个州长也好参议员也好 重要他都要非常非常小心地去了解这个民意的动向 那么昨天当然好几个州好几个州出来 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州出来作为一个就一个概述 然后说明他的这个所谓的隐含性 那么当然《世界日报》中之间 今天跟这个《女时报》里头都是一样的 就是讲这个欧海奥州有关于这个堕胎的这个事情 这情况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记得在去年这个最高高院有没有 就把这个最高法院就把这个所谓这个Rover's Way这个案子推翻了 推翻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讲实质意思就是说 以后有关于妇女堕胎的这个保护的权利 或者倒过来说 是保护未生婴儿 没有出生婴儿生命权的这个权利 这个责任 这个最高法院他说我们不要管 这个事情搞了50年了 我们都不要管 这个事情讲这个话 他说我们跟最高法院没有关系 你们要我们去从这个宪法里头去找 有没有这个宪法条文里头来保证妇女的堕胎权 那么法官 这样法官最后做了决定说 没有 我们找不到宪法里头 有这种单一为妇女堕胎保护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我们没有 所以这个案子这个事情就退回 退回来什么呢 由各州 各州的州议会 各州的州议会或者是各州的法院 你们来决定说 到底这个州 有一个州也好 什么州也好 妇女有没有这个堕胎权利 那这个又牵制到堕胎的权利 如果说是有的话 那基本上世界上大家都同意有堕胎的权利 那么唯一要去认证的就是说 到底这个堕胎权 堕胎的这个 这个从医学上的角度 或者是从伦理上的角度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这个精子 这个受精卵开始 几个月 有人现在是比较严格的是说 不行 你只要有这个受精卵开始的话 就不准堕胎了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说 好 也许我们可以给两个月 或者我们给两个半月 或者我们给三个半月等等 所以看这个每一个州 自己对于宗教 对于道德 对于这种风俗习惯 来决定 到底几个月以后 你才可以堕胎 那么这是从共和党 共和党的角度的时候 我们生命要保护 但如果过了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之内 你就不能够堕胎 三个月之后 如果有很多种情况的话 妇女可以保护 这个可以堕胎 可能三个月以内 有的州是这么认为 那么就要保护这个胎儿 那么民主党的角色就是说 妇女就是有堕胎的权利 你不要管我什么时候 这个权利 而且这个有的时候 一直到这个快要分娩的时候 就胎儿快要成熟的时候 都可以堕胎 所以这有两种不同的极端在里头 那么现在的这个争论权 法律的这个争论权 就交给各州去讨论 所以在美国五十个州 加上这个所谓领地之外 每个州都有每个州的意见 所以现在看起来 大多数都同意 这个妇女有堕胎权 那只是在这个 这个堕胎的这个周期 这个期限有所不同 现在看起来 大多数的这个州 大多数的州 陆陆续续比较倾向于 给予妇女有比较大的 这个妇女本身有更多的权利 来决定自己什么时候堕胎 这是一个这个大致上的趋向是这样子 那至于是三个礼拜 两个礼拜或者三个半礼拜 这个在各州有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朝法 那么现在看起来 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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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欧海洋了 那欧海洋是一个 是一个共和党的州 是一个红州 也就是说 他比较保险的 那么在这个比较保守的 那么他在这个 这个大选的时候 偏向川普这一边 换句话说 也就是比较pro-life 及时生命权 就是讲这个胎儿的生命权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 有可能是这个共和党里头的 这个极端派 操作过头了 操作过头就等于说 让这个妇女 的的确确感觉到说 他们自己本身 能不能够决定堕胎的这个权利 实际上开始遭受到的这个侵犯 被限制 从法律角度来限制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 类似像反弹的这个情况下 所以在这个佛罗里达州 在今年 这个欧海尔州 他们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就已经否决掉了一个amendment 就是一个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就是想要加强 加强这个从法律角度 从州的角度来讲 来加强限制妇女堕胎 那这个案子被否决掉了 这个否决掉了 就有一个比较紧中性的意思 就是说你不要去碰这个 不要碰这个事情 尽量不要碰 如果要碰的话呢 那么这个事情 你就应该给妇女更多的保障 等等这个意思出来了 那么昨天这个 这个在这个欧海尔呢 就有公投的法 公投的法 他们把它变成公投 number one 第一项这个公投法 那么正面的说法是说 妇女在这个欧海尔州里头 把它列入宪法里头 就是妇女有权利 来决定她自己本身的 这个生育的权利 这个reproductive right 还有她的这个怀孕的情况 还有她健康的情况 然后可以跟医生互相研究 什么时候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决定停止这个人症 停止怀孕 甚至堕胎 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正面的 这个正面这个说法来讲 是保护 保护或者是承认 或者是这个加强保障 妇女的堕胎权 所以这个东西出来 但是里头并没有讲得很明确说 这道理是应该三个月 两个月还是几个月 并没有这样子讲 也就是说 这个堕胎权利 包括这个胚胎 或者是说这个小孩子 这个小baby在这个母体里头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的这个计算 就交给妇女 本身妈妈 交给这个医生 还有她的身体状况 等等来做核算 所以这个案子在昨天 几乎于12%的这个多数 超过了多数取得了 这个欧海欧州州民的批准 也就是说 妇女有保障权 这个堕胎保障权 我们把这个权利呢 写入州的宪法里头 就是州宪里头 大家了解 就原来这个联邦就不管了 现在各州来讲 各州来说 所以有可能是一国多治 就美国这个一个 一个一国有多州 各个州有不同的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譬如说 如果你妇女有堕胎权的话 那么别的州 万一有很严重的这个限制堕胎的话 那么别的州就可以跑到这个 跑到这个州来 来要求堕胎的服务 所以美国会出现 这种不同的情况出现 那么这个昨天 就是算正式通过 那么光就这个州 光就欧海欧的州的话 有人就觉得很奇怪 哇 欧海欧州 这么保守的州 会通过这个事情 那么如果他们今天 昨天就细看 因为这里头要细分的话 讲不完了 我们只讲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会赢 而且这个为什么这个妇女 这个不堕胎权会获得胜利 而且会这么多 12% 主要他们下去看 发现在这个 有两个地方可以说明 一个是这个大多数 这个都会区 像Columbus 像Sinati 这个大的这个都会区 这个都会区呢 就比较倾向于保障妇女的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堕胎权 就是都会 那么在他其他这个 离开都会的 这个比较乡村的 或者比较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成交的地方 那么支持度就比较这个 就降低 稍降低一点 这是第一个观察 第二个观察是什么呢 是在这个州 共和党这个州 这个这个 这个 为主的这个 这个Ohhia里头 他投 共和党里头 比较温和派的共和党 出来投票 出来投票 他们比较偏向于保护这个 这个妇女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堕胎权 表示说他们跟民主党有点接近 所以这个共和党本身温和派出来投票的增加 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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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的这个这个这个情况增加的机会增加很大多 也就是说在共和党里头 共和党里头 即使很多所谓共和党里头比较所谓支持生命 Pro-life这一派 那么共和党里头自己本身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会现在慢慢在他正在解读 而且在解读的情况下是说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这个选举 或者这样的公投案 能不能让其他共和党和州来copy 也把它拉进去 让他们自己去来选择 也就是说在2024 就上一次两年之后 在2024次的这个选举里头 民主党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Ohhia的案子 复制到其他这个共和党的这个红州里头去 那么这样子呢 如果用案子 用案子来带这个候选人的话 那么有可能 让在2024的纽约 这个各个各州 各州民主党的人 也比较支持这个妇女保障堕胎权 他们的这个席次可能会增加 不单是在这个州的州议会跟州众议会增加 而且在国会席次里头也会增加 所以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有很大很大的全美的意义在里头 所以现在 你知道昨天今天看下来的情况结果就是说 共和党现在在援你的这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应付这个事情 那么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讲说 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来推动 因为这个我们说了off year election 跟这个所谓每四年的选举或者是其中选举来讲 投票率都比较低的 大概如果说是这个现在看到的是说 如果大选年或者是这个中期期中选举 大概这个投票率60%到65% 那是很高的了 那么但是这个off year 就像昨天这个选举大概投票率只有40% 因为他们一般来讲也就是说比较这个收入比较低的 或者是这个程度比较低的 这个学历比较不高的 多半在这个时候都不会出来投票 这些人多半在大选的时候会出来投票 所以有这样子的这种观察 是说昨天这个投票率应该是比较稍稍收入高一点的 或者是这个知识程度稍高一点的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在大选年的时候也能够复制出来 这个现在大家还没有把握还没有保定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看起来的话 这一次是这个民主党 民主党他们决定了 因为他们在去年这个期中选举的时候 他们也锁定了这个堕胎权 作为主攻共和党的这一个议题 所以他们在去年就决定要把这个议题 在各州特别是这个民主党比较弱的州来试试看 能不能用这个问题 能把这个民主党这个弱势给它翻盘过来 那他们现在看起来做 他们已经成功了 至少在欧海尔这边成功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往后还会继续发展 还会继续深化的一个 那么共和党要怎么应付呢 我们以后花时间再说 那么除了这个欧海尔州 昨天还有一个州也是蛮让人意外的 就是这个Virginia Virginia州的现在的州长Young King 这是一个被认为名誉之新的 他可以出来 如果说川普很糟糕 很糟糕的情况下 这个Young King很可能会期待 包括Desantis还有其他人 能够出来顶太川普了 所以有人把他认为说是一个救援性的投手 那他的这个在Virginia这个名望也相当高的 那么昨天在Virginia的选举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就是州议会 州议会 州议会中这个参议院 参议会还有这个众议会呢 都让民主党拿下了 参议院呢 维持原来的参议院还是民主党的多数 这个多数 然后众议会呢 这个翻牌了 本来是共和党 现在翻成这个 翻成这个民主党去了 也就是说在Virginia这个地方 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州 在Virginia这个地方来讲 这个Young King 当他上来的时候就以用低税 还有希望用这个堕胎 限制堕胎权利 还有包括这个增加父母 父母家长在学校课程制定 还有这个学校的这个政策方向 要增加父母的这个 这个父母家长这个发言权 不能让学校的这些 这些这个学区委员他们来决定 等等他这个议题呢 在这个两年前的这个州长选举里头呢 他得到多数 得到大家认可 所以大家认为说这个Virginia州 因为Young King这个关系 所以可以继续推动 Young King所要推动的事情 可是昨天就发生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民主党呢 拿下这两个参众两会了 也就是说Young King 他在未来的两年 他如果要推动任何有关人 他认为共和党这个所支持的这个政策的话 那么在这个众院 在这个Virginia州的这个议会里头就通不过了 换句话说 他的施政就看不出任何效应了 那么原来大家还以为他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救援头首 还会出来顶待川普 现在这个话已经让大家已经几乎把它在这个Virginia州的这个政治声明 已经画了这个画了红线 基本上就是说你可能就在这两年你就不要讲话了 所以这个是昨天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当然Virginia州的这样子的这种情况 就是民主党翻盘上来 取得这个Virginia州的这个立法权力 那么这个情况在别的州也会看在心里头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 另外还有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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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在这个在这个不是说不是说昨天都是民主党都赢 在Mississippi这个地方这个纽约这个州长 这个选举里头共和党的州长就获得这个连任的机会了 还有在这个另外在这个Mississippi之外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也是南部的州 也是共和党取得取得胜利 所以不是百分之百的这个民主党摆成这个胜利 但是民主党昨天所取得的那些胜利 是具有前瞻性的 所以这个让大家就比较关心 特别是在这个这个堕胎这个issue上面 所以昨天 昨天这个拜登也很开心 这个世界报也做到 他说这是民主胜利等等这些事情 那这个让民主党就觉得我们好像有希望 为什么会让大家很开心呢 因为过去这三四天来 几个我们就把这个话都讲到这个美国总统选举了